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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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久性或化学性有毒有害物质包括真菌、动物、植物来源的毒素、持久性的有机污染物、拱、铅、隔等重金属炎 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指的是持久存在于自然环境中 具有很长的半衰期 且能通过食物链聚集 对人类健康及环境造成不利影响的有机化学物质 进入斯德哥尔摩公约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包括杀虫剂、工业化学品和生产中的副产品 国际上对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的控制包括 禁止和限制生产、使用、禁出口、人为圆排放、管理好含有持久、有机污染物、废弃物和存货 腐泻是食原性疾病最常见的症状 腐泻俗称拉肚子 是指排便次数明显超过平日习惯的频率 分质稀薄、水分增加、或含未消化食物或浓血粘液 腐泻常伴有排便急迫感、肛门不适、湿静等症状 根据腐泻持续的时间 两周以内的称急性腐泻 两周到一个月以内的称持续性腐泻 超过一个月的叫慢性腐泻 腐泻性疾病,简称腐泻病 是一组由多病因引起的 以大便次数增多和大便性状改变为特征的疾病 严重者可引起脱水和电解质紊乱 如果不及时纠正,甚至导致死亡 腐泻性疾病是因使用污染食物而引起的最常见疾病 世界卫生组织统计 腐泻性疾病每年造成5.5亿人患病 23万人死亡 腐泻性疾病的发病率和卫生状况 以及经济发展的关系密切 从世界卫生组织统计 排在前十位的引起死亡的疾病 我们可以看到 低收入国家腐泻性疾病排在第二 随着收入的增加 腐泻性疾病的影响降低 预防食原性疾病 主要要从控制好入口和出口 及注意食品卫生、食品安全和搞好粪便管理 在日常饮食、卫生方面 具体应该注意以下几方面 避免在没有卫生保障的公共场所进食 在有卫生保障的超市或菜市场 购买有安全系数的食品 不买散装食品 新鲜食品经充分加热后再食用 不喝生水 不生食、半生食海鲜及肉类 生食瓜果必须洗净 重视加工凉拌类和生冷类食物的清洁 避免生熟食混放 混用菜板、菜刀等 防止生熟食交叉污染 尽量每餐不剩饭菜 吃剩的饭菜尽量放在10度以下储藏 食用前必须充分加热 夏季避免食用家庭自制的腌渍食品 最后应该养成饭前便后洗手的良好卫生习惯 关于食原性疾病的基本情况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是也不能幼保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噢